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小心踩波車》 我是《小心踩波車》的波輝 我是Harrison 很開心今天又可以再跟大家見面 上次我們出了一條影片之後 反應都OK 我們一起看一看上次大家的留言 以及多謝一下大家的留言 首先見到後惠是需要歲月去累積經驗 不是立邦占士 烈斯占士 我同意的 因為始終是一個好的後衛 或者好的球員 其實都需要很多時間的浸淫才可以 尤其是中堅或是宅位的位置 所以大家都希望他可以越來越高 越來越好 迪嘉逐天最迫切 其實都是 不過暫時這一刻 好像說迪嘉的合約 好像還未談得很好成功 是的 還有迪嘉在叫20萬 但車仔想開15萬 我們就期待一下 看看會不會續到迪嘉 是的 加油支持的 多謝你們 盧卡古有Hetta 有支點 有速度也不錯 但只是28歲 這個我們待會再講 因為我們今天會講盧卡古 很多朋友支持我們 那些很開心 然後就安祖年 安祖年去了俄超 這個好像是莫斯科火車頭 我忘記了 但他上回合在歐霸杯是有後備落場的 入了一個絕殺球 非常之好 都期望他應該會再回來 要回購 那為什麼會覺得西甲是印象流 這個始終大家都要去慢慢學習 始終不同人交流是OK的 盧卡古會的一季貨仔 我們都有回應 其實我覺得是未必的 以他現在的打法來說 應該四五年都走不掉了 波輝Kathy仔也不錯 多謝你 Kathy仔真的不錯 是不是葛逆心的大波輝 是的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那一集七師傅的波輝 那官迪加盟不到車路市 算不算可惜呢 那你覺得呢 其實也算 為什麼呢 因為球隊的祖軍 應該是預料官迪會來的 所以才會賣走蘇馬仔 所以 唉 左中堅應該都 但是 又有一個尷尬的情況 如果官迪來了的話 阿迪加是左中堅來的 那你覺得是會變成輪出 還是會是 長期之後就打算放走迪加而做準備 我覺得是兩體的 可以輪出之外 也可以令到球隊的叫價能力高一點 就是 可能 不用用那麽高的 身水扭著迪加 不過我都相信 可能官迪可能一月都 有機會過來 最緊要看車仔和西維爾的關係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西維爾 這件事這樣搞 明白 最後就是 我是不是阿Joe的弟弟 我不是的 純粹撞樣 好了 很開心 今天就 上集那麽多朋友仔 就去我們的留言 好可以可可 多謝大家 適逢中秋 跟大家說一聲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之前 我們有很多好消息 首先我們有三連勝 我們連續贏了 維拉 新尼特 以及熱刺 我差點想說新特蘭 差點說錯 國際賽後三連勝 非常之好 非常之開心 但是呢 今集我們講 雖然會講三個題目 但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想先說丹巴巴 是的 丹巴巴 有些人叫巴雅 有些人叫丹巴巴雅 是我們車仔 一零年代的一個 後備足球員 他是非常之厲害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好的後備殺手 而他就算是在中型班 我覺得他也有一個 很好的表現 他來車仔之前是踢過韋斯咸 還有踢過紐卡素 這兩隊球的入球率都很高 嗯 就算是車仔 我覺得這個入球都OK 雖然他入球不算太多 但是呢 他往往都入了很多關鍵的球 是的 例如 第一年來的時候 對曼聯那球金球 嘩 那球超美 凌空窩里 那球應該叫車身還是窩里 窩里 不停走音 凌空車身掛蛇 對 突然間哪句台詞 凌空車身掛網入球 不記得哪句台詞 如果大家記得 就告訴我 每次我今天的聲音 因為有些喉嚨不舒服 所以會比較差一點 但是當然說到 單巴巴最出名的那球球 你記得 我記得 當然對巴黎那球 沒錯 對巴黎那球又是經典 是否最實 是 四強 印象中好像是 加四強 之後對馬體會 然後輸了馬體會 好像是 我記得 不過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 沒辦法我們年紀大 但是當然 其實剛才有做功課 只不過純粹是 大概記得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記得留言跟我們說 不要覺得我們不好 我真的有做功課 我記憶真的比較差 但是單巴巴最最最第一出名的球球 不用問 一定是借拉特的球 沒錯 那一場球 我記得很多人也有說過 預計 車仔應該可能會放 利記一馬 讓他嘗試拿 第一屆冠軍 看一陣容已經放了 是啊 但是想不到 就是借拉特有神技的線腳 單巴巴也是 成功進入了那球球 但是那樣東西給你知 利記拿不到冠軍 對我來說 是一個 特別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 之前百萬富翁 有一個很出名的問題 就是說 以下哪一支球隊未獲得的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冠軍 其實這條題目是我出的 這麼多年來 我現在才公開承認這件事 各位利迷不要介意 那時候想著玩一下 那時候是 但是當然 他當年入了第一球球 都造就了一個經典 之後他都好像去了中超 中超踢過比赤達斯 都是土超為主的球隊 現在看到他可以安心地退役 我們都很開心地祝福他 說回長波 今個禮拜有三場 分別有維拉 新尼特 又想說新特蘭 還有熱刺 你想說哪一場 順序 好 好 那維拉那場球 我有看的 是的 算了 我覺得這場球 我覺得車仔第一大功臣 是施華和文迪 當然文迪是沒得走的 是 沒得輸 那我覺得 那場球來說 其實車仔 你說打得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絕對是3比0這件事 我又覺得未必是 比數是反映不到場面 嗯 因為那場球車仔 其實都做了很多輪換 譬如 有我們都很期待的 生物理股師 終於都正式出賽了 但表現就強差人意 那你覺得如何 因為其實 我知道你挺喜歡生物理股師 所以我經常叫你不要印 否則會燈走他 可能不用印 哈哈 那你覺得如何 其實以一個地標戰來說 阿薩尼股師的表現是很差的 嗯 真的不要說他平常的控傳 直接說是嚴重失誤 都不下於四五球 很多 都是直接送單刀 或者半單刀給人 如果不是泰亞高斯的話 胡胸滿又 又 又 老老中環 很好老數 不是 都夠被維拉炒了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場球 很多人都有說 究竟應不應該出生物理股師 我的角度 我覺得其實這場球出是應該的 很簡單 因為第一 簡敵經常性受傷 其實對於球隊來說 都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現在的中場裏 主要就是佐真奴和高華碩 當然還有檢查 那些不特別說 但是問題是 你借了生物理股師 而你剛剛打完國際賽 他是體力最充沛的其中之一 我覺得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嘗試在這一場 因為維拉會中場是偏硬的 是偏硬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車子去試給生物理股師 而且是 叫做 我覺得叫做 是有少少空間的情況下 而去給他出賽 我覺得是OK的 而且因為 說真的 維拉夠硬 所以比他試的東西 其實更加多 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 起碼 因為維拉的三個中場 都不是省油的燈 是 麥堅 麥堅 杜格拉斯 雷斯 以及 傑克蘭斯 都是一些很硬的中場 所以去年 我們最後一場 對維拉 都被人打到 明白了 但是當然 我覺得 早給生物理股師 去嘗試這件事 是一件好事 第一 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現在暫時 就是 九月 中至尾 但是 那場波期其實是 偏向於九月頭 至中的那段時間 如果這段時間 又未到快車期 又不是去到最密的時候 讓他看了情況 知道了 有什麼事的時候 他都還有時間去撿 還有他也有空間 可以讓他靜下來 去想一下 或者去為自己這一部分 去加強 那 還有前途的 就是 全能 那個 那個類型 全射 就是軟射的腳頭 長傳轉邊 其實他都是 有他的存在價值 嗯 絕對是 但是當你說到這個 長傳的價值的時候 今場波一定要提到一個人 高華石 因為高華石 今場波 大家看精華 很多時候 他都沒有拍到最初那一下 其實高華石 是在後防那裏 自己一個扭過兩個 然後再給他一個超級邪直線 就是盧卡古 盧卡古 再要空 一空 不斷走 不斷走 一空 然後一吸 然後右腳再一石 我真的覺得這一下 不論是傳那個 還是射那個 都很高 很高 所以盧卡古 就是跪在這裡 嗯 一億就是跪在這個 射手工架 還有 他真的停了波 真的單對單 過了這個中間 這些都是 我們要的元素 嗯 還有呢 盧卡古 他的功用 已經不在於 只是一個最前的一個位置 他可以做支點 也有時候可以保持著波 而再交波 也有時候 他可以自己一個人快速衝到 以前在車仔的他 其實他的速度 我覺得是沒有去到這麼高 我覺得是還有一點 當然他那時候在外華頓的時候 他那個跑是很快的 但是去到車仔的時候 你總是覺得他的步頭 還是會有一點點 嗯 重 但是相反他現在再來車仔的時候 你會見到他那隻 不是重的 不是重的普通蟲 是一種步大力蟲 而是你會覺得是有威脅 有一種氣勢在裡面的那種蟲 我覺得這樣的盧卡古 是很值得賺 而且是很好的 應該是在國米那段時間 浸淫的進步真的很大 嗯 最重要是乾地教他 都是車仔的功勞 一早就應該買 是乾地啊 都沒辦法 是啊 當年 我不懂得說 那 再之後 高華石不單止傳球很厲害 而且還有這個 勤力 在裡面 他也成功偷走了明師 回傳給龍門的球 一腳射進去 最重要是什麼呢 他入道 其實高華石那個 很少見到射球 沒有想過可以趕過這麼乖巧的球 嗯 絕對是 因為你也知道 高華石 以前是叫做一個不錯的中場 是新格卡來的 現在變成新米基義 哈哈哈哈 但是 這麼擠球 但是就 以前的他 或者應該這麼說 在車仔時期的他 他一向都是推倒 勤力 但是 又想不到今屆的進步這麼大 是的 他的異分 那些斜傳 肯起腳了 嗯 至少會入攝多了 或者軟射都會試 就是 對上兩 三屆都是沒什麼看見 他有這些波體 還有他很多時候 之前在中場那裡 你總是覺得 他是OK的 但是你總是覺得 差一點點 對啦 總是卡住卡住 那麼今屆就 哇 我都想不到 杜曹竟然經過了一個夏天 可以將他調校到 進步這麼大 是的 其實 不單止他 其實佐野也是 佐野都進步了很多 還是其他的球員 詹姆斯 還是Mans 其實都進步了很多 那麼 再之後 那麼 特別都是要提 又是這個組合 艾斯 和 劉卡古 那 你先 一得 一射 搞定 Go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艾斯 不是艾斯 芬香 那艾斯 他的助攻能力 其實我覺得真的都沒得輸了 說真的 當年七百萬買回來 到現在為止 有一個這麼高的身價 這麼高的能力 這麼高的助攻 這麼高的入球 這麼高的全能性 我覺得 沒得輸了 沒得輸了 是不是都打了差不多十 十季了 差不多了 一、二年來 差不多十年 對 我以為現在是二零年 二一 時間都真的快 沒錯 這場球 我們極度要讚賞 泰高施華 Mandy 高華石 他們幾個 看完那場球之後 我覺得車仔是 有東西可以改 但那種情況 沒那麼浮現 因為賽之後的兩場球 就很明顯 不過好的地方就是 我們踢得差 都可以大勝 這個是很重要 對於你要爭聯賽來說 不一定要每一場都踢得很好 是要你知道怎樣踢得差 去 即是踢得差底下 去贏球 或者入球 這樣 那麼去到下一場 剛剛講完 維拉 維拉 就對新尼特 新尼特 老實說 我第二天要拍攝 還要六點幾起床 我真的沒有看到 我是有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拍攝要 精神 你照顧周圍的環境 很少會出意外 還有很大的意外 所以沒有辦法 你說一下 那一場 其實車仔都算是 滿足的 因為歐暖 第一場都要下足火力 但是踢出來的感覺 比較黏 可能是因為 體能關係 或者主力的狀態 一般 所以其實都贏得你緊緊熟的感覺 我覺得後防是挺穩陣的 其實這幾場後防都不是很大問題 都算是沒有失波 因為我覺得 在杜曹的揮下 他成功令到 泰亞高斯華和基斯丁臣兩個 都可以登上他們 即是 泰亞高斯華本身是 一個很高峰的球員 亦都可以令到 我覺得再登上另一陣高峰 還有基斯丁臣那個更加不用說 當年的超級神童 中間就沒有了幾年 現在就靜靜悉悉上來了 我覺得是很好 在後防來說 真的沒有大問題 不過前面就比較窄 因為那場沒有記錯 正選應該都是Manzi Kai和Lokaku 這個雙公中的組合 真的比較沉 我發現一件事 不論是對熱刺也好 還是在之前也好 我覺得Manzi和夏威斯的位置 我覺得有點尷尬 Manzi不是打得不好 但是 他是上了一個高一點的位置 很明顯已經是 但是總是在這個位置 沒有辦法將更加強的一面 去突破 我覺得如果他突破到這一部分 我覺得他已經是世界級的世界級 已經是 夏威斯 很明顯就應該是 真的被Lokaku 來了的位置 而有影響 因為我覺得 他都沒有去到 他最好 或者最想做得到的位置 你看到他很多時候 推波 或者是他的走位 總是好像還有些尷尬 因為他和Manzi本身的位置 都已經搭搭地 和Lokaku 又再搭搭地 好像兩重搭搭地 就變成 不是說他看得差 但可以更加好 可能會更加久 和Lokaku 可能會有些火花出來 所以在之後 應該我們也會有 但是 在這個 新尼特 那場球 我就看到 陣容上面 是有一個特別的 這場球 他後備終於 都出了 智維爾 對 智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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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分鐘 我看過網上是這樣寫的 智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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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阿伊 當年 好興奮 換下場了 5秒鐘一開球 完場 起碼看到的就是 智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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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智維爾 智維爾 我曾經告訴你 要講 易智維爾 藹 智維爾 阿朗索奕惠是世界級的存在 是呀,而且是世界最高的幾個 即使現在已經31歲 但其實他的能力仍然在最巔峰的狀態 因為他不是很靠速度賺食 他玩他的意識,入攝時機,射索這些 全部都是可以磨很久的東西 而且他高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那隊中場 那個走威和之前都不同了 譬如你看到左爺,他很多時候 現在的保衛上面 是很明顯保衛是準了很多的 而且是會再漂亮了 高華石也是,保衛也好 簡敵不用說 有一出的時候當然是好 所以令到大家在進攻上面 可以更加放心地去進攻 再加上就是 都有一句 司華在這裏 其實他頂到後面 或者他不在 令到球員的位置感好 亦都可以令到他的功用 亦都可以再爆發多一陣 那麼捷維爾 我相信其實他是有機會的 不過但是相比之下 如果要找這個三後衛的話 我覺得捷維爾有點難 可以爭得贏阿朗素 我覺得捷維爾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歐過一杯坐了五個夏天 因為他應該是跟英格蘭鐵去最後一輪 他又不能出場 就是跟著在國家隊操 但因為你踢到最後 你就放假放到開季才回來 你連同球會操那段時間都沒有 那你被變相 你一定是排得後過阿朗素 你的狀態一定沒有調整到 最慘的是什麼 修虎機寧願出右閘打左閘 打左閘也不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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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周中的聯賽杯 聯賽杯應該會被捷維爾踢足 去取得狀態 但願希望是這樣 周中應該也有很多 平時不經常見面孔都會出現的 例如Chic 沙烏尼股斯 沙烏尼股斯應該不能輸 應該走不走 一定要踢的 即是如果也不踢 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奧多呀 可能是天母雲拿 這樣也有得落下 施逆置疑 沙烏尼股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拔刺 三球食刺 最開心是這一場 當然 無可否認上半場 其實二次打得很好 我覺得我們之所以會贏到 其實真的是全球杜曹的功力 變陣變得快 如果不是他下半場 突然之間很突發地 對手是Mount 我想應該都未必可以 這麼快可以贏得到 或者可能未必贏到三球 可能未必贏得到 是的 即是他那個突發的 那個變... 那個什麼 變陣能力 真的很強 而且今場球 終於都由3-4-3變成3-5-2 其實這個轉變 對車輯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好事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嘗試被夏威斯和盧卡古打雙箭頭 這件事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過 還有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簡敵、高華石和左真浩 原來三個是可以合得到的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這三個 同場一起踢都已經很久沒有試過了 很久沒有試過了 很久沒有試過了 到處來了都沒有試過 沒有辦法 始終你中場的人數有限 那你每次出三個中場 你都沒有人用 我太難了 是的 但當然這場球 其實有些球員是特別需要去講一下 譬如第一個要講的 不講詩華主 有位詩華 先講了Keeper 那這場球呢 車仔就不用Mandy 因為Mandy 傷了對歐聯那場 他好像是身體不適 因為歐聯那場 他被對面的高大中鋒撞了一下 掩著那個 應該是辣骨 這樣撞在那個位置 可能傷地 And I need you today Oh Mandy 是 高位的技術 我都很希望Mandy 快點可以出來 當然Keeper的表現是OK的 但當然 會看到Keeper和Mandy 最大的分別就是 Mandy走出來 就算她接波也好 就算Mandy彈皮扒 你看到她的心態上 都會有少少分別 Keeper很多時候 接波 就算她撲到也好 你會看到她的信心 總是有一點點 還未夠實正 譬如上半場 有一球球軟射 他都沒有辦法 是脫脫的 上半場 但之後下半場 你就看到她的心態 已經不同了 還有最抵賺 這麼勤力 抽筋 都還繼續死頂下去 不肯被換出 這個就是 我覺得 一個球員 他堅持 和這種敬業 是我很欣賞的 當然是要在 真的可以的情況之下 還有她有求救 孫興文那一球 單刀 都叫單刀 差不多 都破得很漂亮 出營時機幾下 要出都出得很準確 都值得賺 所以我覺得 車仔 自從算 獅子做二五圖的後備 那段時間 比高域 又做二五圖的後備 那一陣 這種無敵的狀態之下 如果我們車仔 有Mandy 和Keeper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幸福 都放心 出哪一個都應該OK 除了人工不放心之外 很貴 都沒辦法 但我都希望大家 即兩位球員都可以越來越好 那好吧 接著我們就要講一講 施華 施華今場方不能輸 我檢查不到這個 我想問她是否真的拿了King of the Match 是 因為我覺得 我想不到第二個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尤其是上半場 上半場不能輸 上半場我一直看 一路 遮線 包圍 出來殺球 全部都拿了 有些是單對單對 孫興文 孫興文 也算是有技術 有速度的快馬 也不是叫的 直接是 也算是 世界級的逆風 或是攻擊手 完全一動都沒有 沒錯 好厲害 而且這場球 他打中間的時候 KC DINSON 打在右邊 他們兩個的配合 我覺得都OK 他們兩個應該有些位置感很好 所以默契上都很好 還有我記得有一球球 KC DINSON 衝了上去防守 然後塞了位 被人打上來的時候 我印象中 好像都是施華在後面解決 是的 施華的位置感 判斷力很準 這球何時要出來閘 何時要出來幫球 何時不應該出來 都預計得很好 沒錯 這場球 施華差點入兩球 第二球也是那球 又是批返同一個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忍不住去唱 施華可火不搖路 我真的很真心 施華三十多歲 但真的很厲害 跟那晚看施朗一樣 施朗和施華 兩個大師 真的很厲害 施朗也是 一個就位 整場一個就位就搞定你 沒錯 一個頂波就搞定 傳說中的精英大師說就是他 嘶 我現在不斷弄爛機 會不會被人打出來 會呀 很難 除了他之外 還有就是 昨天長馬的神之水敵 不是 神之簡敵 神之簡敵 後避出來 一落場 嘩 掃了 因為疑似上半場 高壓迫場 真的做得很好 會弄到 會弄到 連孟子 整條中場 都不能運 所以 杜曹換 簡敵出來 那個效果 真的是 針對性 還有他換這個時候 其實有一件事 廣播是有說到的 因為話說昨天看Now E 他們 不是直入式廣告 昨天看Now E 廣播的那位師兄 他就有說 上半場 熱刺很刻意 是找 Henry Kane 去記錄著佐真奴 然後 然後 車子也很刻意 用佐真奴 去單對單 對著哈利加尼 但是 偏偏地 這些說話是講球的人 講的複術 他就說 哈利加尼 每一次對著佐真奴 這場球都會有一點 吃著他的狀態 如果是 哈利加尼拿著球的時候 佐真奴 永遠都好像 埋不到他身 拿不到球 他互波能力很好 是的 因為他真的太好了 然後 哈利加尼進攻的時候 佐真奴 好像只可以 逼到個位 但是又過不到 所以 下半場 我相信 杜曹是有 刻意去改變 因為你看到 下半場的佐真奴 是放出來的 是跟上半場有些分別的 他 是刻意 會再 有時候 簡迪直接去招呼 哈利加尼 或者有時候 大家聯合一起去 去殺他 所以下半場 哈利加尼消失了 連孫英文也消失了 是的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很厲害 他們只用一條中場 就已經成功瓦解了熱刺 整個進攻 還有抵贊的 又不僅僅是減迪的 我們可以贊一下 還有一個日波功臣 就是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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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發覺迪嘉的衝前能力高了 他好像有很多這範圍 可能是杜曹的戰術指示給他自己推出來也好 他自己告誤了有這個也好 也是一個好事來的 是的 還有迪嘉現在的能力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是 我覺得其實雖然好像很誇張 但是我覺得在杜曹之下 整班人的突破是不知為何突破了一個 他們可能自己都沒有想過去到的位置 迪嘉的能力去後防一虎當關那件事很OK 但是他連他的進攻力上 本身是有的 但是也再突破多一層 他原本的長傳那些都有的 但是現在他連推波都很敢去試 不過要講一下就是 他有時要懂得比 不要自己推到他 由上場到二次有一球就是 推到他 去到別人禁區出一點點 但是又不知道做什麼 都要懂得什麼時候分 大局觀要再進補一點 沒錯 但是迪嘉始終的年紀都不小 還有車仔會不會跟他逐約都一回事 希望車仔可以看清楚情況 逐不逐也好 都希望迪嘉是越來越好的 好像很行的我講話 官腔 但是事實來的 車仔人當然是支持車仔球員 前車仔的車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好吧 除了他們 其實今場我覺得 亦都帶出了一些東西 Month的狀態 你覺得Month的狀態是不是真的 真的跌得這麼厲害了 我又未去到或者跌得很厲害 但是 要休息一下 因為好像搶太厲害了 你去年都沒有透過Month是長場正選 你去英格蘭又是長場正選 那你回來又是長場正選的時候 可以考慮輪換一下 或者給Temo雲拿出來 跟努卡古搭發雙箭頭 可能有些驚喜 Temo雲拿上場都 很驚喜 我都覺得很驚喜 不是驚喜 只是意料而已 不是很驚喜的了 我都沒有想過他 坦白說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笑 我笑是 我絕對不是覺得華南OK 我笑是 你真是可以 真是可以 對著籠子不進 但是你真是左攻得到 是啊 我真的很恢復 他要專心做他的 異傳教砲手 但是他那個射術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幫他 都沒辦法了 叫他每天寫一百球都不知道行不行 有一下努卡古都設到 都很漂亮 沒得輸了 努卡古不是吞了嗎 你本來拿不到 然後再之後有一球 又是華南和努卡古上來 努卡古又給 我看努卡古不肯再給了 再之後有一球 努卡古自己來 是呀 所以上面那個不給他 是啊 不給他 但是都OK的 至少他交給他做工 我覺得那一刻做工 一個是華南 一個是迪迦 兩個的走位都是世界級 或者 天文雅可以考慮 專心幫努卡古做工 是 因為努卡古是要追上射手的 嗯 那就是 進入到三十球 其實 不是 不是不可能的 二六加古的狀態 還有其實以一個 世界最上級的射手 說真的那一句 我先不要當你三十 我覺得 你二十五加是應該要的 我覺得是近年呢 不多 我覺得 因為其實對比我們小時候看球的年代 就是二千年代頭 直到中那段時間 其實其他的球員不同隊 入球的數字其實都是高的 當然車子平均是不高的 以前都是 但是 很多那些真是最上級的射手 他們真的很多 就連杜奧巴當年的神射手 好像都二十九球 差不多 是啊 我記得朗尼 我記得朗尼是二十六 杜奧巴是最後那一場入三球 那時候是 杜奧巴本來是第二球球 就是杜奧巴想射十二馬 然後林伯就搶了球 然後就說不可以 要先贏了 然後好像去到第六球 杜奧巴真的被他射了 就拿了神射手 但其實 以一個真是世界最上級的射手來說 我覺得這些數字是有需要的 因為始終 盧卡菇不是第一個打英潮 他是很需要有這個能力 當然其實他的能力是絕對做到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又想說 今場幫我們也帶出了一個訊息 如果盧卡菇被人騙死怎麼辦 我們不怕多點開花 我們多點開花 是的 但是我們的多點 總是覺得後衛 我看了一個數據 就是說我們今季入球的球員是有十個的 所以我覺得未必一定是後衛入球的 我們各線幾層都有入球的能力 其實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最期待中場是可以多點遠射 雖然今場簡敵入了一球這麼漂亮的球員 射下去散場改變方向很漂亮 很漂亮 就死了 反應都沒有 是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中場是需要再嘗試一下多點起腳 至少有個轎炮 還有很重要 今場幫我們有一個人必須要賺 阿朗素 又是阿朗素 今場的阿朗素又是沒得需要 坦白說我不是想每一下都賺 好像自嗨一樣 但問題真的太好了 阿朗素真是世界級逆櫃 都是那一句 如果好彩一點 即是入了兩三球 還有最重要是 你哪有想過阿朗素斬國球的 很準啊 很準啊 好彩一點 好像比阿朗素更穩陣 好像比阿朗素更穩陣 比阿朗素更穩陣 但你又很難找他斬國球過長期 他這麼高 當然是頂頭脫 但他斬國球又真的不能輸 如果找他跟阿朗素輪著斬國球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死球的處理是很穩陣的 而且我也想說一件事 我發現杜曹在左真路的位置都有些分別 在國球上面 我們今天只是說國球 國球上面 曾經 之前的左真路 是不會有禁區的 他在禁區外面 對 對 然後拿到的話 再分給左兩邊 或者去前後決定是否攻 但你有沒有發現 在禁區裡面 對 我都有點驚訝 這個舉動 當然昨晚有時候他在禁區外面 但是 會試 對 我覺得這個嘗試 坦白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簡迪 高華錫 曼斯 基摩 佐真路 其實最高是左真路 不是曼斯 曼斯 不是的 左真路 原來是181 曼斯 177 177 178 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高度下 我都很期待他頂多些球 當他頂多些球 其實可以 多的範數更多 因為始終是一個足球員 多範數 你就贏了 當然你的範數一定要夠精 現在的左真路是很精 我覺得很不錯 至少他長傳 最近他長傳 長傳給阿朗蘇的位置 其實主要是阿朗蘇的位置 他很多時候的位置 斜角阿朗蘇可以剛剛兜的 就飛過去 阿朗蘇夠高 所以令到能力更好 今天我們就講了這幾場球 再之後 下一次我們再會講其他球 因為 不好意思 小弟姐比較忙 所以 沒辦法打完一場球 就出一次片 或者一個星期出一次 都有些難度 都 我會盡量希望可以維持著兩個星期出一條 始終大家要夾時間 兩周董結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們的片 以及多多支持我們 都是那句 我支持大家 繼續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大家都是去互相學習 我們下次再見 最重要是 小球和Harrison 和波斐 七師傅 波斐 我們 多謝大家 祝大家的終始節快樂 下次再跟大家見 Bye